鋼琴老師 女兒 我幫你找了鋼琴老師 我們走吧 快點上課 遲到了 Hello 你好 我是EQ老師 原來老師這麼年輕 傻鬼啦 這麼年輕都不行 什麼 沒事沒事 這個是我女兒 她叫Joy 因為她有我這個媽媽 所以她每天都很快樂 所以我就改了她名字叫Joy 是嗎 但為什麼她好像不是好笑 哈哈哈哈 我的女兒是比較有藝術家性格的 我也不知道她有事 我們開始之前 首先說一下我們怎樣坐 我們坐好才可以開始彈琴 我知道 一定就是找Middle C 什麼的其實 不是 喂 我假假的也有五級鋼琴 是不是耍我的 都不懂的 真的還沒有 其實 YOW 大家好 我是EQ 有家長去陪伴小朋友去上課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但也可以是一個災難 以上這些其實都是一些親自的經歷 或者可能我其他同行 告訴我一些情況 希望對於我同行有一個鼓勵 對於學生和家長都有一個教育 可以分享不同的資訊 大家可以拿到不同的共鳴笑一下 讓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製造一個更健康的學習環境 如果你想知道下一集她發生什麼事 那你記住留意 我每星期都會post一至兩條片 那怎樣啊老師 你覺得她有沒有天分啊 你覺得今年年明她下口得百級啊 你覺得她彈成怎樣啊 她有沒有機會啊 喂 喂 喂 媽啊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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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